位置在觀塘區藍田啟德商場旁邊 這個啟田村 順便看一看啟田商場領展的 旁邊這個啟田村 那一步時先 今天是2024年3月12日 時間六點半左右 太陽很快就下山了 1996年 落成的 感覺尚算新正 這是啟信樓 健身設施 自修中心 有部電梯去到對面藍田村的 這個方向 平田 綠色的安田 啟信樓 啟信樓 原來只有三棟 我以為它好像平田村那麼大 這裏有梁亭 可以下棋的 有些健身設施 浪三個位置 有半個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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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啟王樓 又有另一個梁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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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看著 他快去走 有另一條行人天橋 可以過了對面屋苑 忘記了叫康什麼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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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加油 這裡有樓梯下去 這邊是剛才提及過的一個出入口位置 前面啟人樓 試試看可不可以這樣下去 有升降機的 確實在有一個可以當地面 啟人楼 走出一点点东西应该流劲 有灯 大大赤字,啟人楼 现身设施 物业办事处 继续走 这些草鹰的新铺 挺漂亮 有些浪三的位置 啟人楼 这么多浪三的位置 有多厉害 前面还有灯 有多厉害 原来啟田村只有三栋 这么小 早知如此 那我就不用最后才拍了 看起来 延伸设施 那就开始天黑了 看起来 有多厉害 这么大间赛马会 看起来 差不多了 帶大家走出來看看 這裏就是啟田最旺的位置 這裏有很多巴士 有一個大商場 這個商場真的蠻大的 前面是平田村 這裏下去是會景的 這裏影片差不多了 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